各位朋友大家好,最近中國的這個超級富豪階層 應當是超級難受、超級緊張 因為在他們圈子裡面接二連三有人出事 而且這些人都是整個行業的領軍人物 是整個階層的指標性的人物,他們一出事 那麼整個階層的人都在問自己 到底下一個會不會輪到我,我會不會受到同樣的待遇 所以大家都很緊張,在上個星期馬雲就被逼退休了 從阿里巴巴的董事長的位置上面退下來了 他說他要去再當老師從事教育行業 因為他在下海經商之前是當英語老師的 這就是說明他已經不再能夠過問阿里巴巴的管理事務了 裸退了,那前兩天又有一個超級富豪 廣州恆大地產的許家印 他準備出國,結果在海關被攔住了 原來是被邊控了,為什麼要邊控呢? 就是說有些事情正在調查他,不讓他出國 所以後面還有故事,大家繼續關注 另外一個地產富豪,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個人 叫做王健林,他在去年就受到了類似於 許家印的這種待遇,早就不能出國了 而且他的資產也不能夠出國了 王健林前些年在海外買了不少的資產 後來從去年開始他就被逼要出賣一些資產 然後把現金拿回國內,這是王健林的待遇 昨天馬化騰又被逼退出了他旗下的一個公司 叫做騰訊徵信,騰訊徵信是騰訊公司 底下的一個子公司主要的業務 是搞個人和機構的身份認證 在互聯網上面的身份認證 然後進行信用評估 這可能是中國大監控系統裡面的一部分 現在騰訊這一部分,馬化騰已經失去了控制權 完全轉讓出來了,不再是法人代表了 那麼這四家企業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他現在並不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民營企業 而是政商勾結的產物,當然從剛開始的時候 當馬化騰剛剛創辦他們的騰訊和阿里巴巴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百分之百的民營企業 這些人都是相當有本事,相當厲害的角色 當他們闖出了一片天地,賺大錢了之後 那些權貴大家族他們就看上他們了 這個天下是我們的父輩打下來的,天下是我們的 那麼這麼賺錢的行業怎麼能讓你們獨佔呢? 你們確實是有能力,但是我們也要來入股 我們要有錢跟你們一起賺 所以像阿里巴巴他的背後就至少有五大家族在控股 那麼這大家族包括江澤民的家族 包括溫家寶的家族還有王震的家族 都是阿里巴巴的真正的所有者 馬雲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是創辦人 他非常有本事,其他人搞不定的事情他能夠搞得定 所以說那一些控股的大家族 他們過去採取的是政商結合,政商勾結 有錢大家賺,悶聲發大財的這種想法 但是現在這種想法,這種套路現在已經要改了 習近平不想繼續這麼做了 所以說去年馬雲就把他旗下的一個公司叫支付寶 是中國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就讓給政府了 然後把他的CEO的位置讓給另外一個人叫張勇的 我估計應當是政府派出去的這樣的一個人 那今年就徹底裸退了,騰訊似乎又在布阿里巴巴的後程 騰訊已經把其中的一部分貢獻給政府了 那麼今後接著的馬化騰是不是跟馬雲一樣要被逼裸退呢? 這種可能性也是極大的,極大的 這一系列的事件你必須得把它放在中國政治經濟的大背景下 才能理解得清楚,才能知道它為什麼發生,才能知道它將來會向哪個方向發展 那麼這個大背景是什麼呢?現在中國的經濟體制已經走到了盡頭 中國經濟急劇下行,隨時都有崩潰的可能 這就是說明改革開放以來,確立的這個經濟體制 現在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必須得做出改變 向哪個方向改變呢?川普現在跟習近平談判 是想逼習近平走上自由市場經濟的這條道路 但是習近平心裡面另有所圖 他是想向左轉把中國的經濟拉向計劃經濟 加上國有制的這個體制 所以過去這些年國進民退的這個跡象是非常的明顯 國營企業雖然效率很低,但是他們還是得到了大量的支持 他們在國民經濟當中的比重急劇的膨脹 國民營企業雖然它效率比國營企業高得多 但是他們所佔的比重,在經濟中所佔的比重急劇的下降 而且這些民營企業家他們也是被紛紛的被逼退、被打倒 甚至是被殺死,中國的民營企業一共有分四個 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 第一個層級的就是像阿里巴巴、騰訊 萬達、恆大這樣的超級大企業 這些企業要不就是從事房地產的 要不就是從事互聯網的、從事金融的 這些行業可以說算是國家經濟命脈的一部分 那麼這些行業是政府首先要控制的 國進民退首先要被逼退的這一部分 那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 那第二類企業就是上市的那些民營的公司 那有一些公司他們經營的非常好 但是這一部分公司必須得收歸國有、收歸國家來掌控 怎麼來掌控呢?他們採取的是不同的方法 是採取控股的方法 當然了這個控股並不是說在股票市場上面公平的買賣 然後占到你這個公司的大部分的股權之後 就有了話語權了,完全不是這樣 而是採取比較卑劣的手法 比如說去年在中國就有四五十家的 這種民營的上市公司被國營企業、被國資委 國家資產管理委員會被他們收購了 他們是怎麼收購呢?有些企業它效率是相當不錯的 但是突然之間企業經營就出現了問題了 比如說銀行拒絕給他貸款了 雖然他有所有的符合貸款條件 但是銀行就是不給他貸款了 那他怎麼辦呢?他又不能到社會上去集資 一集資就是非法集資 這個董事長、總經理都要被抓起來判刑了 所以這個企業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 流動資金沒有了 那麼這個時候企業陷入困境的時候 股價就急劇的下降 股價下降的時候國資委或國營企業 這個時候就出手低價的收購 這是第二種類型 那麼第三種類型就是那些沒有上市的 完全由個人或者是家族控制的私營企業 這部分企業如果是你經營的好的話 那麼危險也相當大、更大 對這類企業採取的是掃黑除惡的辦法 那去年當中共剛剛開始發起這個運動的時候 我就警告過我說中國的民營企業家 有爛大禍臨頭了 因為這個運動這是起源於重慶 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大黑除惡 大家看一看重慶 薄熙來在重慶是怎麼樣對付那些民營企業家的 就知道未來習近平會怎麼樣對付全國的民營企業家 當年薄熙來在重慶抓了60多個億萬富豪民營企業家 然後把他們打成黑社會 用言行逼供的方法逼他們承認自己是黑社會 然後沒收他們的所有財產 一共沒收了一千多億的資產 所有這些民營企業家不僅僅是喪失了自己的企業 而且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沒有辦法保證 有些人甚至是被槍斃了 有些人判了無期徒刑,非常的慘烈 這就是未來那些獨資的真正的完全百分之百的民營企業家 他們所面臨的這樣一個生死攸關的困境 非常非常的危險 但是還有一部分第四類的民營企業家 中小型的民營企業家 可能是幾百萬資產上千萬資產的這些企業家 他們就相對的安全,並不會有性命之憂 甚至是企業還會讓他們繼續經營 這部分企業在中共眼裡面是屬於積累 就是實之無畏,去之可惜 所以說這部分企業還有可能繼續生存下去 除非是你們得罪了當地的地方上的官僚 地方上的那些官僚要真實你們,要傾奪你們的財產 這種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 那現在有一些經濟學者,比如像何君蓮 還有一些政治評論家,像吳建民、像文昭 都探討了這個問題 他們不約而同的把這個過程叫做公私合營 公私合營2.0版 公私合營1.0版是發生在1950年到56年期間的一場政治運動 在這個運動當中,中共把中國的私有企業消滅得乾乾淨淨 而且不僅僅是消滅私有企業 他們甚至是把一部分的私有企業主人生都給消滅了 當年的上海陳毅當市長把這個運動搞得轟轟烈烈 結果有很多的私營企業主,他們就不堪凌辱 不堪重壓,凌為玉碎不為瓦全 很多人跳樓自殺了,陳毅把他們稱之為空降部隊 他有一天早上起來就問他的部下,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隊 所以當年上海每天都有幾十人幾十個民營企業家 跳樓自殺,情況非常的慘烈 而且不僅僅是普通的這些企業主 他們受到了這樣的待遇 甚至是有一些重要的民營企業家 在國際上知名的民營企業家都受到了這樣的慘烈的虐待 比如說像當年的有一個中國最大的有一個輪床公司 叫做民生公司,這個公司是在中國歷史上是佔據重要地位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長驅直入佔領上海南京武漢這些重要的工業城市 國民政府為了留下一點國家的經濟命脈 就想把一部分的企業轉移到重慶,轉移到大後方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民營公司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是解家輸難,全力以赴的不賺錢 專門去為國民政府搬運這些工廠 尤其是那些兵工廠,這是為中華民族做出重要貢獻的這麼一個企業 這個企業在1949年的時候,結果這個企業主叫盧浮生 這個人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受了共產黨的騙 共產黨說你回來我們可以讓你繼續發揮你的才幹 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做出貢獻,而這個人他又是非常愛國的 這個時候他就選擇了從香港帶著船隊 當時中國最大的一支船隊回到重慶 參加所謂祖國的經濟建設,結果哪裡知道 一回去就落入了中共的陷阱 馬上就開始搞公私合營了 而這個人真是純粹的理想主義者 他真是想把他的企業貢獻給國家,貢獻出來了 他只不過是他想當這個管理階層 因為他覺得自己是最有能力的,是最有經驗的 能夠為國家做貢獻的 結果中共對他還是非常非常的不放心 開始想各種辦法凌辱他,羞辱他,開批判會 結果這個人最後受不了這種凌辱,自殺了 這是盧作弗這樣的傑出的民主資本家 甚至是毛澤東過去都曾經把他表揚為 四大傑出的民主資本家之一 最後在中共的這場運動當中自殺了 跟他相比,你這個馬雲、馬化騰這些人 在中共眼裡面你們算的什麼,隨時都可以把你們的性命給取掉 更不用說那些普通的沒有名氣的那些民營資本家 任何一個縣公安局的局長,甚至派出所的署長 都可以拿你們的命來換他們頭上的頂帶花領 所以說大家現在的處境是非常的危險 當然我相信中國的民營企業家 這是中國民間非常有能力的,有能量的這一部分人 大家都是聰明人,大家當然知道現在自己的處境 當然也會想辦法 在中國對社會不滿的人過去主要是兩類人 第一類人是因為理想而對現實不滿 你拿著理想的尺子去衡量醜惡的現實,差距太大了 就會心生不滿,這部分人叫做民運人士 這部分人數不多,但是信念特別堅定 還有一部分人,他們人數相當龐大的一個人群 這部分人他們對社會不滿是因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損害 權力受到了侵犯,他們叫做維權人士 包括那些土地被強徵的,房屋被強裁 而沒有得到適當的補償的這些人 還有下崗失業的這些工人 還有退伍之後沒有妥善安置的這些退伍軍人 還有投資結果被詐騙被政商聯合詐騙的 這些中產階級的這些投資者 還有司法不公的受害者 還有失業大學生 失業了沒有家庭背景,根本找不到適合的工作的 這些大學生在社會上無所事事的大學生 這些人都叫做維權人士 過去對現狀不滿的主要是這兩類人 現在增加了新的一類人,這一類人就是民營企業家 這一類人在過去這幾十年對現狀的滿意度是相當高的 對政權的這種依賴度、擁護度是相當高的 但是現在情況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這部分人已經成為政權開始要打擊的對象 成為政權掠奪的對象了 豬養肥了,現在到了宰殺的時候了 他們在政權眼裡面這部分人就是肥豬 他們這部分人實際上他們是相當聰明的 他們的腦子可不是豬,身體是被政府當做豬了 但是他們的腦子是相當聰明的意識到自己的危險 見得到自己頭上所高懸的那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隨時都有可能掉下來,所以他們現在意識到危險 他們對於改變現狀的這種急切程度可以說超過了其他任何的群體 這三個群體他們各有所長,比如說民運人士 他們明確的知道這個社會變革的方向 而維權人士他們有強大的動力 因為他們是切身感受到專制政權對他們的迫害 所以說他們有這種強大的改變的動力、奮鬥的動力 而民營企業家他們手上有資源,這不僅僅是金錢 他們有一部分的金錢,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 對這個政權的政商關係比較了解 所以說他們這些情報、這些能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對一個社會變革的運動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這三部分人結合在一起 那會產生巨大的能量就會啟動社會變革 那現在很多民運的朋友比較悲觀 現在是處於一個黎明前的黑夜的這樣一個狀態 中共的這個維穩的高壓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大家好像看不到什麼希望 但是請大家一定要一定要堅持住 一定要相信我們並不是孤立的 這些民營企業家他們對現狀的改變的這個渴求 雖然非常的強烈 但是這部分他是比較狡猾的,他也是非常謹慎的 他不會輕易表露 一旦我們自己有了實力,一旦今後社會變革一開始啟動 一找到了突破口,這些人就會馬上的投入 那個時候他們會把他們的所有的這些金錢 所有的政商的關係都拿出來推動這個社會的變革 要把他們做為整個社會變革陣營的這樣的一部分 他們也一定會樂於參與 那這些民營企業家大家也必須得意識到 這一次你們所面臨的這個危險 不是你們每一個人的一個個人的處境 而是中共所安排的對於整個民營企業家階層的 一個大陷阱,一個大羅網 你不可能按照過去的方法能夠逃過這一節 你不可能想說是行賄當地的即使是中央的這些官員 你就能夠逃過這一節,這次不可能了 現在必須得意識到這個時代不是投資做經濟的最好的時代 而是投資做政治的最好的時代 你們要在你們的當地找到你們自己的政治的合作者 甚至是政治的代理人,為將來的社會變革 你們要做出你們自己的貢獻 現在在各地都有一些民運人士 在各地都有一些維權的骨幹 他們是未來社會的組織者、領導者 你們要把你們的資源用在他們的身上 你們要把你們所了解的情況告訴他們 大家聯合在一起,共同的改變中國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謝謝大家,再見! 謝謝大家